咱就一发炮弹 这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只能赌一把 你上 放 灵敏在我手里 莫莫 别让他 他说的未必是真的 对 这老火力就会耍这种气量 队长 没事吧 还愣着干什么 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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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啊 我最喜欢听中文女人叫了 队长 盼盼这个老狐狸 甘盼老头 他知道你在房着呢 老孙 杀死一堂 他 没用的 你一开枪我们就暴露了 这就是白嫩小药的 高风凉 我知道你们没有逃人 我也记得 你们不会出来送死 但是你们给我停着 别以为扎了我的丹药库 你们就可以一桃了之 明天我就要把这个女人处死 用最安人的手段 对啊 用最安人的手段 对啊 交给我 我们的士兵会好好伺候好他的 搞不了 你听到没有 我们的决战 没有换 让我去 我去 我同意 那盼盼会同意吗 我不管 我要你去吧 你听到没有 揣我 你去 走 你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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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一定要出去救阿民吗 对 你要去 你知道你出奇的后果吗 你们俩分开他 啥 要死一起死 我们是兄弟 准备战斗 准备战斗 队长 我们 还把我回来救完平淡 对吧 兄弟 你信我高风凉吗 信 月月姐姐 我好像听到阿敏在叫我 我也听见了 月月姐姐 月月姐姐 你大哥让我给你担心话 担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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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意思 你担心的 俄语 再见的意思 当我们在一起受训的中国同志 说这句话的时候 都代表着 不会再见了 我懂了 评伙 我 绿波在安顿好阿敏之后 就已经做好了 必死的准备 队长 苏医教官一定先安排好了阿敏 这次阿敏落到鬼子手里 那肯定是个意外 我相信 绿波 我们大家都相信的 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鬼子现在 就是想不断地刺激我们 走吧 等等 警察 我了解阿敏 他在这个时候 还能说出吕郭的话 肯定是要出事了 看来他们也跑了 也是一帮懦夫 他们不是懦夫 不 这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已 孟哥 孟哥 这辈子遇见你 我知足了 我知足了 郭队长 你们不要出来 刘秋平 禁我们保住 孟哥 孟哥 来世再见 姐 想死啊 没那么容易 可 Idi 帅王 阿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版本说明天行行 我们就有机会救阿敏 版本的真正目的 不是阿敏姑娘 只要我们还在 阿敏姑娘 暂时不会有危险 就是 版本四郎 就是在演戏给我们看 明白 走吧 撤 今天就到这里 可五工队还没有出现 我相信他们就在附近 但他们不会出来的 战术已经下了 义腾 现在我的命 已经不在我的手中 但是我会告诉你 怎么对付高风凉 长官 要是没有你 我拒绝执行任何任务 愚蠢 消灭武功队 也许是我自救的最后的机会 没有任何机会了 你没听到吗 弹药全完了 全完了 我问你 你需不需提前打开了弹药库 是 是我的错 我们都是你 我的罪人 我们才有余果 你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我只想让你冷静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说过 命运 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你看 公司所有道路 制作他们的画像 贴到每一面墙上 谁要见到 一律居兵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咋样呢 放心吧 队长肯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带着弟兄们 平安回来的 有人 是队长 队长回来了 岌北 长官 你先出去吧 万一有渗余的弹药 十分危险 都扎成这样了 还能有什么剩余 雨伯的尸体找到了没有 不可能分辨了 院子里剩下的 只是尸体的碎片 包括前沿的 全部厚葬 但我们至少杀死了 巴露在定西的第一汉匠 那是我们杀死的吗 那是他自己选择的 同归于尽 半个小时之前 这里还是我的办公室 马尔闹 太军 我和我哥哥的合影找到了没有 太军 我们一到这儿来 就重点挖掘这里 但这一档油库实在太近了 都炸平了 连个碎片都没找到 混蛋 不能 算了 这里的瓦片 都已经变成了碎片 何况有一个玻璃框 哥哥 对不起 我没能把高逢亮抓到你面前 连我们唯一的合影 都没有保住 哥哥 我 我不能 请你像小时候一样 狠狠地责罚我吧 老孙 来喝水 不是来啊 不是我说你们都怎么了 咱全身而退炸掉了弹药库 这事应该高兴啊 咱一个一个都哭死你这脸啊 阿富 李波同志牺牲了 啥 阿民也被鬼子抓了 你怎么回事 高队长 时间让不行了 够了 这是我的家事 你不要管 你看看 我 梅金子小姐 怎么可能 怎么会在你这儿 你向你哥哥告别之后 我就把他摘下 带在身边了 梅金子小姐 多谢你 难道你早就知道特战队要爆炸 班本 你不用谢我 我拿着这个相框的本来意图 并不是要帮你 这个我知道 请你继续说 我想等着你 消灭武功队回来的时候 就动手杀了你 带着相框 只是敢动你们的兄弟情深 准备给你们合葬而已 我还是要谢谢你 其实 如果我杀了你 也会把你和你的弟弟 一起合葬的 你说得对 我们是有很多共同点 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会报答的 现在 正是我们同舟公鸡的时刻 应该团结起来 没用 我还是要杀了你 我还是要杀了你 既然是这样 现在动手吧 我让你杀 陈冠 不行 别插嘴 把给赋 断胆 搭档 你也也不 conseguir 吃 Bat 我就下不了手 千叶跟我谈过 你有点动摇了 胡说 杀了我弟弟 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那就现在动手 如果你现在下不了手 以后你永远下不了手了 不要逼我 报告 走 长官 军部的电话接通了 李静子小姐 如果你现在不动手 那我先去向军部汇报情况 我们的命运悬念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来 还有什么悬念 我们都够交军一百次的了 我明白了 也是你愿死在我手上 也不愿死在军法执行对手 你还是不明白 如果我们早一点同仇敌开 武功队早被灭了 前夜先生也不用死 我们也不能够交换 我们现在要不然 我们就会 让我们够交换 我们就去到达了 我们是什么 我们就去到达了 我们要不要 我们要不过 我们要不及 我们要不及 马上办 高队长 高队长 上帝指示 让你们尽快地赶到气功里 有小分的接应 狗日的 队长 这里边还有一块蛋片的 现在血止不住 必须得尽快手术 没时间了 最多还有两三个小时 老虎 麻烦你再发一份电报 请求上级 加派一个小分队 带着医症和药 在半岛上赢我们 一旦接到市连长 立刻就地手术 一定要注明必须手术 带些家伙 你还愣着干什么 去啊 高队长 这是大白天 刚才跟上级联系 就已经很危险了 现在在开机 恐怕 鬼子会缩到这儿了 就算鬼子已经到了门口 这电报也得发 发完之后 你跟我们一起撤退 没有命令我不能走 你们快走 我就发电报 队长 不能再耽误了 老富王 抓紧时间处理一下 准备出发 急攻灵 队长 他不能走 什么结果 军部命令我们 去宪兵司令部等待 石岗少佐 会宣布裁决命令 石岗本来就妒忌 长官的能力和声望 现在更加会落井下石了 他决定不了什么 只是执行命令罢了 你已经知道结果了是吗 虽然大阪营还在讨论 但从爆炸的那一刻起 我们都应该知道了 我死后 把他跟我合葬 长官 你不能去送死 我们一定还有办法的 只要你下命令 我什么都敢做 我依靠上级的命令 你也敢吗 除了长官 我谁也不认 大哥 你不要后悔 死而无悔 你忘了 阿米还在鬼子手里呢 我没忘 但石连长的伤情不容耽误 先把他送回去 再回来救阿米 队长 酿就来不及了 张伯同志 石连长是我军分区 唯一的火炮专家 司令员说过 他一个人顶一个牌 在我心里边 把你一个人顶一个连 别犯魂 队长 不是我犯魂 我也明白 石连长的终枉性 我求你 让我一个人留下来 阿米全家 都是被我连累的 他现在一个亲眼都没有 阿米是个好姑娘 他们家的事 就是我们武功队的事 队长 让赵蒙留下来吧 保护老百姓 也是我们的侄子 队长 你放心吧 石连长有我们呢 不缺赵蒙一个 我不缺他一个 可是怕他冲动 队长 我留下来陪他 孟子 留下来可以 但要答应我一坚持 一百件事都吵 在我们没有回来之前 不准轻确放动 吵 狐狸留下来陪你 记住 一切行动听狐狸指挥 保证服从力量 站住 石港少佐命令 只见版本少佐 和美镜子特派员 所有人解除装备 八岗 你在侮辱我们吗 十港少佐也是少佐 凭什么向版本掌管下令 我只是封面行事 八岗 我一身令下 打凭你们的司令部 发现武器 不作格杀勿论 你试试 一堂 我们特战队是戴罪之身 服从命令 你的刀 军人的武器 我已经奉命相讲 但我还是一名武士 要拿我刀 先拿我命 对不起 我只是奉命行事 请保留你的刀 谢谢 你等了 还愣着干什么 小心 郭队长 赶快走啊 电报发完了吗 一起撤吧 发完了 但没有回心 说明说到 是不能确定的 那可不行啊 必须确定 所以你们先走 我留下来接着发报 那你当心点 每次的时间 要控制在三分钟之内 我知道 老胡 咱们情报站所有的点 就剩你这一根肚苗了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其实 情报站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在哪儿 在哪儿 这没人知道 他个上级是单线联系 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 他在行动 只有他找我们 我们不能找他 那他要找上来 那怎么确定是自己人啊 你在双桥村 跟新大山人家做过禅工吗 没有啊 我就在大车店看吗 这是街头暗号吧 对 包队长 当你们听 有人说出这句话 记着 他就是我们情报站 最后一张牌 最后一张牌 因为只有情报站那里 都牺牲了 他才可以出手 明白了 所以 他最好还是不要出手 慢点 队长 出发 好 老胡 多不重 你们也是 一路小心 军部命令 自己看吧 念 死到临头还这样不可一世 拿下 现在后悔可以退出 我们誓死与版本掌王共存亡 密集执行枪决 为什么这么急迫 我只负责执行命 美精子 出了这么大的事 一定要有人顶罪的 要顶罪也是有我这个特派员 没你的事 版本向军部汇报 他一个人独断专行 屡次拒绝你的合理意见 礼仪承担 全部责任 版本 为什么 弹药在定期出事 当然是我的权责 如果不是我违背你的命令 提前开仓 弹药也许不会出事 什么 提前开仓 美精子 让这些事情都过去吧 版本 我不需要你这么做 原来是英雄救美 可惜呀 版本 你还有什么最后遗言吗 美精子 你过来 把刀铺带走 别让海天一刀流失传 版本 没有什么如果 你死定了 石港军 请让我见见神鹰大人 我知道 他就在这里 你一个帝国的罪人 有什么资格见他 执行死心 不行 放下武器 版本 你疯了吗 美精子 你快走 这里与你无关 怎么样 老虎 我们先出去了 你自己注意安全 你也一样 打听到阿敏的消息 马上就回来 一切行动 等着高队来安排 老虎 放心吧 还有我呢 好 快 尽快找到武功队 替版本长官减轻责罚 嘿 电台信号找到了 在黄土街附近三公里左右 有心 是 放下武器 门外伤亡情况 遵照长官的部署 无人伤亡 很好 版本 你这是叛国行为 我效忠天皇 为帝国出生入死 与血奋战 我叛国 还有谁爱国 他 本本君不要激动 我只是在执行命令 你们走吧 走 能走哪里去 你们不就是想逃命吗 去吧 我抱着不派人追命 我本本四郎 不懂得什么叫逃命 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神隐大人 请给我一个机会 咱们到底去哪儿啊 小点声 当时去打听阿敏的消息吧 你这一道上一句话不说 跟个哑巴似的 就这么瞎抓去 咋打听消息 信不着我 要不你来呀 我要有这门到我 我用得着求你啊 别招我急啊 这阳光叔你就放心吧 你急我一样急 就阿敏是咱大家的事 这云山雾罩的 你这心里到底咋想的呢 版本特战队被炸平了 他肯定能找地方 不关阿敏 我们就是要打听出 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 对吧 对 这则是兄弟 只要能打听出阿敏被关在哪儿 我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你别转悠我了 那你找个人问问哪 你以为我瞎转悠呢 我是给我的眼线发暗号呢 你发暗号我咋没看出来 暗号你要是能看出 那还叫暗号吗 只有接到暗号的人 才能看得懂 要不然 咱还得敲了大鼓去找人 手得神呼其神的 真的假的 你就放心吧 我这暗号已经发完了 一会儿就有人来找我 咱就跟这儿等着吧 咱就跟这儿等着吧 在这儿坐吧 我现在哪有心情坐啊 现在鬼子 正在惹我大车店的人 你的画像贴得满家就有事 你就跟这儿晃一下 这不着事吗 你要是想被抓 你就在这儿晃一下 老板 老板 来壶床 好嘞 我倒要看一看 你的暗号能把谁给招来 好 三爷 小队名报信 说您找我有急事 可老大 够意思 来得够快的 您不是发了七星追悦 江湖告急吗 三爷 是不是这么近 帮我找个女人 这人干吗的 这是咱们地价上啊 教化头子和老伴 他们人都啊 技嘉稿吧都有 版本押送安排 没准会被谁看到 行啊 连丐帮的人你都认识 你在丐帮是不是有职位啊 去你的 慢点 慢点 这位爷啊 我是瞎子 对不住啊 没事儿 走吧 爷 您真好 谢谢 谢谢 崔老四 三爷 就这样都没有瞒过你的法眼了 不过这些年我终于赢了一会儿 你看 这是你兄弟的吧 来 给你 来 安民给我的荷包你朝着拿走的 这位 是咱们爹剑上的贼王老大 崔四野 人称牵手佛爷 手快似的 但是比我差有一点 不差啊 那可是以前哪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平起平坐了 是吗 不见得 三爷呀 兄弟佩服佩服 看来我这辈子都赢不了你一回啊 三爷不干这行 那是我们的福分啊 算了 您有什么事吩咐吧 吩咐不敢当 有个急事找您 不过呢 是跟日本人作对的事 您要是有什么顾虑 绝不勉强啊 三爷 我早就猜出来了 您是敢这样的 虽然兄弟也是个贼 但也是中国人啊 能为你们干点好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是吧 四爷 那我就不给您瞒着了 想请您帮个忙 我知道您警察朋友多 帮我打听个人 但是这事绝不能生长 三爷 这个我懂 您要找谁 身影到底是什么人 我感觉比将军还威风 不是 找到没有 再自己找找 怎么样 那边都找了 都找了没有 找握了 都换了那边的 都找了 回去 来 行 好 帮我再留意一下 好的 来 来 赫朗娜打听到了 阿明关在警察局里 真的 岂盖是这个城市的眼睛 没有他们看不到 但是阿明怎么会关在警察局呢 这靠谱啊 他说他几个手牙都看到了 应该靠谱 本本也是暂时关押阿明 警察局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 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太好了 警察局的防范 肯定会相对疏松一些 走 赶紧就位 等一会儿 陆队长 我们就送到这儿了 你们出发吧 路上一定要小心 尽快和医疗队回合 高队长 上级可是命令你们一起撤退的 请转告上级 我们还有一位同志 在敌人手里 必须把他救出来 老孙 谁啊 你护送他们一程 一定要确保 施连长安全到达再回来 队长 你这 你这不会又是骗我走吗 放心吧 这次不是骗你走 到最后我们都得走 任务完成之后尽快赶回来 跟版本的最后决战 怎么能少得了你这个枪神呢 明白 走吧 高队长保重 都醉醉呀 回来确认一下 先别急 来了 大爷 大爷 坐 怎么样 我朋友说了 他真的在警察局 你肯定啊 小小小点去 这好大的力气 对不住了 你快说 你肯定吗 他是不是 梳了个大辫子 挂子脸 穿一个粉衣服 没错 我的朋友说了 他刚送来多久 是日本人亲自抓来的 看守得非常严静 别的也不让我问了 跟他说话了没有 我的朋友去送饭的时候 问过他 是不是叫阿民 他点头了 而且还说 说啥了 他说 是不是蒙哥派的 走吧 四爷 警察局 又能帮我上忙的吗 帮你们混进警察局 应该没问题 别的 这就口罗 那这样 把你们当贼抓起来 这样你们就能 混进警察局啊 那兄弟能靠住 这让你放心 跟我一样 罗长 咱们俩 是个找队长商量一下 还警示啥呀 一步战尽 再说了 你破警察局有啥好怕的 就咱俩肯定平堂了 快走吧 什么夜长梦多 也是 行 四爷 那你带路 好 我兄弟都准备好了 走 沈英大人 还是不肯见我吗 担担四郎 你叛国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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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英领术即醒 神英大人面你救时重用 跟你两条路走 一条是现在就逃 自生自灭 另一条是抛腹自剑 请赶紧出来相见吧 枪在我手 别把我逼急了 再来说话 杀了你 我的部下 是北海道农民入伍 不懂礼仪 更不知神英大人身份 请饶恕他吧 我们不与农府一般见识 版本你是逃还是自灭 快做选招 好 儿子 你把他们送到警察局 别的你就不用管了 四哥 别的我也管不了呀 二位 你们现在就是被我抓到的贼 进了警察局之后 我会把你们安排在一个 没有锁的牢房里 至于后面 结果成不成 那就看你们造化了 兄弟 你这也算帮个大忙了 这事不会让你白忙活的 谢了 这情啊 回头你还那我 催死个头上去唱 明天就尽快变成什么样 多想能有人告诉我 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 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 睁开双眼 明亮的画面 新红色的旗帜写下多少宣言 感觉到温暖 内心充满阳光 美专门 美专的心事 且距离明天不再遥远 是谁 内心无比坚定 叫他成 你你 仍然憧憬 渡定谨行 未来 由太多美好 所以勇敢逆着暗留前行 映着空风降起了最长 你选择英雄搬起后一生 不再有去怕那些阴霾和乌云 你不过四根心永远闪耀 映着空风降起了最长 你选择英雄搬起后一生 不再有去怕那些阴霾和乌云 你不过四根心永远闪耀 眼里省着光芒 明天秋裙会变成什么样 多想能有人告诉我 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 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 睁开双眼明亮的画面 新红色的橘子写下多少宣言 看渠道温暖内心充满阳光 美丽的新世界距离明天不再遥远 是谁内心无比坚定 脚踏着泥泞 仍然憧憬 独定坚信 未来又带动美好 所以用的你这暗路去行 迎着狂风抢起了嘴角 你选择英雄 搬起后一生 不再有去乱纳 去迷迫和乌云 你莫过四根心永远悬崖 迎着狂风抢起了嘴角 你选择英雄 搬起后一生 不再有去乱纳 其迷迫和乌云 你莫过四根心永远悬崖 也离生着狂欢